大家好,这里是好奇心爆棚的一星博士 近几年,除了新冠疫情 另一种疾病也在日本疯狂地攻城掠地 尤其是在20到24岁的女孩子间 中招率5年间涨了14倍 今年前4个月的传播速度 还创下了21年来的新高 这种疾病便是梅毒 疫情让日本女性失业减薪 让原本就维持在生死线的生活雪上加霜 走投无路之下 女孩子们不得不赌上最后的本钱 投身夜晚的世界讨生活 提起风俗女 大家是什么印象 是不是像纸醉金迷中的交际花 打扮的花枝招展 金服谈笑间就有大冤种 愿意为之倾家荡产 可谁能想到 这样的日本传统产业 在疫情中同样风雨飘摇 风俗女们都是生活菌困 有人甚至连每天的饭钱都掏不出来 今天就来带大家看一看 日本底层社会的真实模样 以及疫情给日本女性带来了什么 进入后疫情时代 日本经济变好了吗 日元贬到20年最低 早闭的公司和失业人数 到天天都是最高值 疫情让日本整个社会受尽毒打 但疫情下 男女的际遇却有天壤之别 就业环境恶化 让女性劳动者遭受的暴击伤害加倍 2020年 日本男性平均年薪532万日元 而女员工却只能拿到293万工资 连男同事的六成都不够 工资条上简简单单的几行数字 写满了日本社会男女的格差 然而新冠对女性的剥削 并没有到此为止 在日本家庭分工非常明确 男方负责工作 妻子负责老公工作之外的 所有一些事物 哪怕自己也要工作 也绝不能因为工作 疏忽伺候老公 疫情下 学校托儿所停业 饮食店关门 家庭和育儿负担的家众 对本就劳累的已婚妇女来说 无疑是百上加精 疫情下 日本工资下行 雇佣疲软 但有两个数字却持续走高 那就是家庭暴力和自杀人数 被优化的男性 焦虑于再就业 没被优化的工资被砍 疲于养家 公司也在破产边缘 总之一句话 压力山大 而将压力发泄到最亲密的人身上 算是日本男尊女被文化的老传统了 根据DV咨询 支援中心的统计 2020年 日本约有19万起家庭暴力 是上一年的1.6倍 平均每10名女性中 就有一人 不止一次被亲爱的另一半 全拿脚踢过 经济恶化 家庭暴力引发绝望连锁 2020年 约有7000名日本女性 因为家庭和经济因素绝望气势 比前一年 计算了15.4% 为了贴补家用 不少主妇 白天忙完家务 伺候完老公和孩子 晚上就跑到银座歌舞祭厅 陪酒赚钱 还有护士小姐姐 因为本职工资实在可怜 转职陪酒女 运收入也从16万日元 升到了25万日元 小伙伴们是不是觉得 红浪漫都是一本万利 纸醉精迷 疫情下的日本 禁止浓厚接触 小吃大妈搞起了自诉 不让红浪漫开门迎客 赤刹银座歌舞祭厅上百年 市值规模打5-7兆日元的日本风俗业 居然也经不住新冠的暴打 被KO进了衰退期 这可筹划了不少妈妈桑 要知道高级俱乐部所在的银座 那可是寸土寸金 每月光租金成本就得2900万日元 这一天天的不挣钱光赔钱 政府发的补助金 还把红浪漫排除在外 还让不让人过了 俗话说的好 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 2020年9月就有投铁的妈妈桑 众筹诉讼费 愤然将日本政府告上了法庭 有一位伟人说过 革命只有分工不同 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政府给各行各业都发了补助金 凭什么单单撇开我们红浪漫 我们也是支持日本经济的正当产业 政府的所作所为是红果果的歧视 伤害了全日本35万红浪漫工作人员的心 特此要求政府赔偿450万日元精神损失费 然而这件案子还没拉扯明白 日本的红浪漫却已经耗不住了 有的店一天等足8个小时 一个客人都不见 为了营业 红浪漫们也是拼了 搞起了50分钟500日元的大出血服务 花一个盒饭的钱 就能跟小姐姐来50分钟的浓厚接触 你还不动心吗 然而多数的日本男人 并没有迅速被特惠和美色迷昏了眼 开玩笑 尽管正愁宿主不够呢 这个时候跟人在密闭空间里浓厚接触 之前感染的还不够快吗 一个月下来 划去交通费 再交完给店子里的份子钱 到手一瞧 嘿 不但没挣出生活费 还倒贴了本钱 终于连下月房租都成问题的小姐姐们 开始自己营业 在网上找起了爸爸 然而从店铺到个人 钱振没挣到先放一边 危险系数却指数级上涨 爸爸活原本只是陪吃陪玩 不涉及不能播的内容 可不少小姐姐脱离了店铺的保护 惨遭性暴力 无保护措施 甚至被拍照摄影都成了长事 既然这行又危险又容易染病 日本的小姐姐们 为什么还非要下海讨生活呢 因为不管是原大厂的正社员白领 还是居酒屋的女服务员 亦或是没有工作过的专职宝妈 对他们来说 红浪卖就是最后的安全网 经济一不好 企业就裁员 前一秒还是优雅白领 下一秒就变成了无业游民 日起挑裁员对象时 总是派遣合同工 优于正社员 女性优于男性 要是由女派遣合同工 那基本就是板上钉钉的毕业生 没商量 而被诉讼到社会的女性人才中 有33%找不到再就业的岗位 所以在纪录片 女性的贫困100人的声音中 就有26岁正社员妹子 为何男后辈二选一 明明妹子资历更深 只因为是女性 就被判出局 说好的日本推崇 按资牌辈呢 怎么到女职员身上就不领了呢 还有原白领小姐姐 晚上在红浪漫陪客人说说笑笑 把白天的时间都奉献给再就业面试 虽然屡战屡败 但坚持风俗陪酒 只是找到正经工作前 为了维持生活的过渡 2013到2020年 日本增加了340万劳动女性 其中7成是非正式的合同 派遣兼职工 而这些非正式女工集中的餐饮服务业 也是遭受疫情碾压最惨烈的重灾区 形势最严峻的月份 有103万女性被优化毕业 可同期被诉讼回社会的平成男儿 却只有43万 谈不到女性的一半 疫情让本就低迷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 也让妹子们所在的餐厅商场 要么八点收摊 要么关闻大旗 日本风俗专业媒体的网站上就有相关po文 30岁的A姐有两个可爱的女娃 在一家大型的连锁居酒屋上班 本来生活还过得去 可日本政府为了控制疫情 想出了一条妙计 八点进酒令 居酒屋 晚上不能卖酒还怎么挣钱 A姐本来每月到手23万日元 新冠过境只剩下了15万 老公自己的小买卖本来红红火火 月入30万小case 可新冠不做人 老公每月到手也只剩10万 挣得还不如A姐 但再穷不能穷孩子 为了养娃 A姐只能含泪进了红浪漫 有收入来源的职业女性 在疫情下尚且生活不易 但靠老公赚钱养家的家庭主妇 过得是更加步履艰难 MBS纪录片 疫情一年 投身夜晚世界的女性们中 有一位18岁的日本女性 本来是个沉浸在幸福中的专职宝妈 没想到天有不测疫情 而老公的薪水大幅缩水 再不能维持一家三口的基本生活 为了供养一岁的女儿 也因为白天的托儿所已经人满为患 只有夜托可用 妹子最终走进了夜晚的世界 说了这么多 怎么感觉在日本条条大路通水上 女性们不流落封城就挣不到钱吗 对女性的不友好态度 可以算是日本流传千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已经渗透到了日本人的骨子里 女性们从小就被传统的男女分工观念洗脑 都2022了 19月有31%的女性 对这一观念深表赞同 认为生儿为女 就应该在家伺候大爷 一生的梦想是当漂亮的新娘 对幸福的定义 就是结婚辞职 在家相夫教子 学生时期 他们的脑袋里就不曾闪过一丝 要好好培养专业技能 考取职业资格 成为独立女性的念头 稍微有点兴趣的手艺 也是下厨这样的新娘休业 总务省劳动者调查的数据显示 日本餐饮业54%的员工 都是非正式雇佣的女性 对他们来说 工作仅仅是为了有人娶之前饿不死 所以毫无技术门槛的餐饮服务业 才成了他们扎堆的职场 东京新闻中介绍的一位离婚六年 育有两娃的单亲妈妈 离婚后才发现 原来专业伺候老公近十年 不算工作经验 只能在超市做兼职 但超市排班和看孩子没法兼顾 一番思想斗争后 也就投身了红浪漫 原本每月到手25到30万日元 可日本闹起新冠后 客人绝技 收入大跌 如今即使每周上工五天 一周也顶多到手三万日元 在这种社会氛围的净染下 企业招人自然不可能一视同仁 总务省雇佣人数统计途中 2019年和2020年 日本被雇佣男性约3200万人 女性2700万人 男女间依旧有500万的红沟无法跨越 企业家嘴上说着 我们大力支持男女平等 但背地里却歧视满满 认为女性就该乖乖待在家里 让老公养 年轻妹子更快就会结婚辞职 培养他们就是浪费资源 已婚女职工 动不动就要放三年大产假 有者简直就是公司的累赘 所以在企业招人时 从来就没有被放在同一起跑线上过 就业歧视 收入差距 经营一有问题 最先被诉讼到社会的人才 总是女性 就像纪录片 女性的贫困100人的声音中的那位震慑员妹子 资历深又如何 公司会劝你 你将来可以找个人嫁了被别人养 但你的男后辈将来要养别人 你要体谅他 我体谅他 谁体谅我 社会和企业对女性不友好 可家庭也不是什么温暖的港湾 亲爱的Darling 在潜移默化中 对日本主妇 你的老公就活不下去 长久不工作的女性 早已与社会脱节 等日常的社交 也只局劝于邻居太太间 没有技能 不知事事 即使被家暴 也不敢离开渣男 失了生活依仗 日本一法律网站 曾做过问卷调查 72%的受访者 表示遭受过语言暴力 但也没有采取措施反抗 NHK纪录片 爸爸活得黑暗 被新冠逼入绝境的女性中 就描述了这样一位二海宝妈 老公在疫情来袭后 收入大跳水 每天压力山大 动不动就对她语言暴力解压 连娘三的生活费都不肯给 娘三的吃喝和两娃的尿布钱 都得宝妈从自己的积蓄里出 还要每天被丈夫的言语PUA 无奈之下 宝妈利用送儿子去托儿所后的闲暇时光 流走在了十几个爸爸间 宝妈当然也想趁早say goodbye 可始终没有勇气提出离婚 因为自己完全没有独立养大两娃的自信 这种社会现象 其实并不是疫情带来的新问题 而是深植于日本社会几百年的晚级 疫情只是将问题扩大 将血淋淋的现实呈现于大众眼前 女性因疫情生活所迫 头身红浪漫 很大程度上源于日本根深蒂固的男女不平等 男权即圣下 社会风气对女性思想进行荼毒 剥削理想 让她们安分守己 相夫教子 其业对女性实施就业歧视 让她们除了家庭无处欺身 而家庭和老公也对女性日常PUA 让她们失去独立人格 认定自己不依附男性就活不下去 所以日本女性怎能不穷 社会安定时 她们生活还能维持 但社会稍一动荡 她们的生活就如净花水月随风而逝 只要她们的社会地位得不到提高 那这种贫穷就永远跟随日本女性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 喜欢的小伙伴们欢迎点评赞 有什么特别想要的话题 欢迎评论区里留言 我们下期见